宣誓代表谢忠哲警示 中华民国112年8月19日 2023第二届亚洲太平洋青少年沙滩巧固球锦标赛 于8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高雄凤山沙滩排球场开打 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房瑞文 高雄市长陈其迈及立委邱志伟 许志杰林黛化等贵宾相继出席 陈其迈欢迎各国选手立临高雄 希望大家在享受比赛之余 可以在高雄发现这座城市的美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享受这个游戏 高雄市长陈其迈向参与的各国选手表达欢迎之意 期盼大家把赛事自愿的时间花在高雄 将发现高雄是一座温暖与美丽的城市 高雄也非常珍惜人权及自由价值 他也认为就是巧固球所代表的精神 回6年高雄再度举办国际性巧固球赛事 本次参赛的队伍来自新加坡、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澳门、尼泊尔、斯里兰卡、泰国、印度及中华台北等9个会员国 共32支队伍超过362名选手及队职员参赛 台湾已连续43年在巧固球运动上获得佳击 国际巧固球总会与亚太巧固球总会都设立在台湾 这次开幕典礼邀请各国巧固球代表共同见证 由高雄市长陈其迈、国际总会会长黄敬成、亚太总会会长高俊雄 共同完成接牌仪式 宣告巧固球双总会设置在高雄